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來到三月份 賽馬的焦點 當然是放在四歲馬最高榮譽的賽事 打比大賽吧 在打比大賽這個特別的日子 我們會和大家重溫一下他們的黃金歲月 又講歷史 這次不同 這次講些最有食力的 在香港賽馬職業化之後 贏了打比大賽最多的 最有實力的聯馬師 就是簡炳池 第二次了 恭喜簡Sir 我做了功課 也是本地聯馬師 暫時拿得最多次的打比大賽 沒錯 好 接著就是簡Sir 來 又給點掌聲簡Sir 沒得抵 給我們的冠軍隊員 Mr. Ken 簡Sir 先去一杯 簡Sir 其實你七、八年開始的聯馬 很早就已經二十多場 二十多場 但是直至到他們 其實那年贏金中金 那時候時惠八五年 那時候那隻馬 贏好像都很有 大家都好看好 你贏了第一屆的打比 就是你自己的第一個打比 心情是怎樣 心情是更開心 因為我做現實的人 我很喜歡錢 因為人打比獎金最高 為什麼不開心 如果人家說不開心 我白癡 全馬圈人都知道我很喜歡錢 因為 贏大賽就是贏多些錢 所以我是很開心 當時其實是否很有信心 贏那一場 那年打比 做人呢 我就很有信心 因為 他贏得 那些 金杯 因為跑完金杯來跑 幫了全香港最厲害的馬 跑川白 我都贏得他 為什麼我不贏得 你一幫小孩子 就是這樣 年輕的四歲馬 所以很有信心 很有信心 當然了 劉闆那些很有經驗 其實那時候你練馬 其實都是練了幾年 贏了第一屆的打比 之後贏了大賽 是否對你的練馬事業 很大的幫助呢 百分之一百 一個人有名 就有利 當我贏了大賽 和贏了百周年紀念場 所以我的名字 就很高 很多 慕民而來的馬主 就很多很多 所以最重要 就是起手 拿到名字 就不要說 你贏得 少少 成就 就是輕飄飄 根本上我感覺 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尤其是錯 做你馬師 是很大壓力的 當我以前都是 贏了兩場 那時候 我想想 要怎樣贏大賽 有些馬主 好像馬主 贏得幾場 我可以說服 他們會買些好馬給我 其實是虛心的 很虛心的 贏幾場 如果你沒有馬 就贏了幾場 你叫人罵到你 狗那樣 所以我 好利用那個時機 利用自己 銷自己 我幫你贏了幾場馬 可以不開心 劉世 劉榜 說虛心 幫幫忙 既然這麼虛心 買些靚馬回來 人 你馬師也好 騎師也好 如果沒有靚馬 很難很難 發威 所以我有這樣的天才 很喜歡銷自己 不是在報紙銷 是那些馬子銷 例如說 我幫你贏了三次 老闆 不要心 你用威 還會放好些馬來 你還會威 那就極了 你有信心 即不只是要練馬 要推銷也好 推銷也好 要撕到他們的心理 你要抓自己 馬子的心理 馬子的欺雲心很重 他要威 你知道他的弱點 要設自己上 是嗎 巴掌 剛才這樣說 你金鐘金贏完打比之後 招牌又響了 是不是更加多籌馬 繼續可以付出多些馬 去贏一行大賽 當然 他獎金是很多 最高獎金 最高的 一生的 聶馬斯的神 就希望 人們打比大賽 在外國也是 很榮義 很榮義 不過香港 自從有了 姻親趣 宣傳不夠 其實打比 是聶馬斯的最高榮義 第一是獎金高 全世界都報道你 贏了打比 贏了大賽 我們不是在屋裡燒炮 在外面燒炮 人們覺得 這麼厲害 1985年賢兵池首次贏打比 到了第二年 86年 厲害了 賢Sir派三匹馬 王牌之王 掌聲 和你知道何時 隔續這行大賽 究竟他怎樣部署 又是否在心目中的 主力贏馬 留意明晚 簡Sir浩情華打比